为了解决围停乱象 和欢山三座收费停车场 今年儿童节正式启用 不过其中机车收费每次二十元 缴费闸门却只收十元硬币 尤其是上山没带过零钱只能受困 不要去限定五元或十元 刚好身上没有零钱的话 可能就出不来 看能不能用比如说摆钞 或是来配现在也很流行 一元五元五十元硬币全都拒收 没有百元钞票选项 也没有对比机 一名机车骑士颇往抱怨 一起热烈讨论 相同遭遇的苦主纷纷跳出来留言 有人说自己受困停车场一个半小时 差点被二十元逼死 还有人说身上硬币就一颗十元 还好有好心人愿意跟自己换零钱 因为地鼠偏远 之前电力跟设备不是很稳定 所以就先以投币方式来办理 改单做法就是我们在新增 那个都有卡的一卡通的设备 那如果说信用卡这些其他 可能还要再演绎啦 因为在难道的状况 要新增那个设备没有那么容易 除了增加多元支付方式 委外的停车场业者表示 未来也会增设对比机和对讲机 盼能真的改善上山骑士的不方便 记得甄如辰南投采访报导